最近我们胡雪楼市收到一名谷有查询 说他本身收入不稳定 银行不肯批案揭给他 经朋友介绍之下他就找了一间财务公司 这间财务公司声称 只要他付钱就可以帮他制造入息证明 变相他拿着这些证明就可以向银行申请案揭 明明他本身不是那间公司的职员 但偏偏可以帮他制造一些入息 究竟背后有没有风险呢 对于一批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士来说 这个是不是出路呢 今天想和大家讲下背后的风险 很多时我们向银行申请案揭的时候 除了要递交身份证明文件 临时买卖合约之外 还要交入息证明 税单是其中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因为这份文件不单可以反映到我们的收入状况 亦都因为这份文件是由税务局发出 所以参考价值特别高 很多银行在承造按揭的时候 都需要申请者遞交这份文件 特别是有意承造九成按揭的准买家 由于高成数按揭部分 会转交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审批 申请人必须固定收入人士 属于自住之外 亦都需要有税单才会受理 所以这份文件是不可或缺 但如果本身是没有税单 又是否代表银行不受理 我们尝试要顾客身份问过几间银行 大部分都说是需要递交 但原来都有小部分的中小型银行说 如果没有税单 只是有入息证明都可以 不过条款可能会有少少不同 不可以选择有封顶的Pan 只可以选择没有封顶的Pan standard是H加1.3 没有CAP 你知道H是浮动的 究竟要递交多久的入息证明 银行就要视乎 你本身是否有固定收入 一般来说 银行就要递交最短三个月到最长六个月的入息证明 但怎为之一张银行是接受的入息证明 纯粹由公司发出的量单 究竟足不足够呢 答案是不足够的 银行职员就说 必须要一并提供入帐记录 如果用支票出量的话 还可能需要递交支票的票面做阻证 反观如果只是提供量单 但雇主是用现金资深的话 而没有入数记录 这张量单呢 有机会不被摘下 这张量单呢 量单之余呢 其实我们最主要是看 银行记录 即是说入户口 那个 银行证明 但是如果你的银行证明 不可以展示到公司名 或者是写着 salary 的话呢 你要给 可能是 给 check 如果你给 check 就要给票面 那些东西 你那个银行证明 有收不到那个数 的话 难些批道 向我们求助的谷友 他本身就有开设公司 但是公司全年都没有收入 所以他都没有出量 其实他有想过 可不可以用自己的公司 去出一张量单给自己呢 如果根据银行职员的说法 因为这张量单里面 他本身就没有过数 那银行一 check的时候 见到没有过数 这一张量单都不被接纳 所以就不能透过这个方法 去申请按揭 谷友透过朋友介绍之下 就认识了一家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声称 只要他付钱的话 就可以帮他制造 连续三个月 每个月五万元的入息证明 但是大前提 就要他给手续费 但是这里衍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 纯粹一张由公司发出的量单 银行未必会接纳成为入息证明 究竟财务公司 是否真的会过数被申请人呢 根据业内人士说 其实财务公司真的会过数给买家 帐目上会反映出来 但其实他背后操作的原理 就是申请人先向财务公司 借一笔私人贷款 而这笔私人贷款 会存放在财务公司内 然后财务公司便按月 以资深的形式 就是发放给当事人作为入息 所以财务公司说要收费 实际上是包含了行政成本之外 还有申请人借私贷的利息 明明自己不是公司的职员 但付钱就可以拿到公司的入息证明 其实这里是牵涉到制造虚假文件 有专家说这个做法相当危险 非正式随道下 去帮他做优素纪录安排 其实这里有风险在 第一 如果大家记得 之前好像有件案件 上过报纸的 就是这种机构的人 到时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就召唤回来 接着就说你做假数 其实我们叫搬商来说 是否算勒索 又不肯定 他说你这里 其实显示到 刚刚说的 你是偽造文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是用来骗银行 其实这几个 如果是拿正港台行追究 其实是刑事的 第三 你有个把柄在公司 他有什么时候 他有空就叫你 告诉你 这些是问题 他变相来说 又问你拿钱 又变相来说 乘势都要跟随这些 偽造文书的罪行 最高可以被判处14年监禁 所以说到这里 申请人实在不应该停而走险 但可能你会问 究竟如果是非固定收入人士 在申请案件上 是拿不到一些入息证明 究竟可以怎样做 我们先听下专家怎样说 他最稳定一点 就预先稳定个担保人 就是有正常收入的 其实他是供了一段时间之后 将来定了之后 可能做一个转案 我们把他拖出来 如果单伯人本身没有楼最好 我们叫Keen 其实有固定收入 当然收入可能有税单 有成的更好 但近亲又是好些 如果有楼公布可能 成数可以再剪 如果对今集内容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 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有用 都记住 comment like和share 给你身边的朋友 和顺手订阅我们 胡雪楼市在YouTube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钟仔 或者日后有新的资讯 都可以通知到大家 今天才和大家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